嗨 大家好 好 我是烏威 來 這個禮拜的提醒詳解 我們找到了 最有名的方塊邊緣人 就是我們的齊倫盲解大師 來為我們做這一次的提醒解析了 好 那方塊已經照著題目打亂了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修在這個地方 OK 來看一下看一下 好 OK 其實這禮拜的題目不難 我自己做也覺得還OK啦 但是我們覺得還是可以把 兩位大神對同一道題目的那個解析 把它分析一下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也蠻有意思的 好 來 好 我們齊倫他選擇的是 黃上綠淺 所以他做了一個Z2 好 來 來 看到一下 來三個白邊嘛 好 在這邊 都很容易看得到 所以已經很容易看到 它的相對位置等一下會怎麼走對不對 好 來 紅 綠 橘 然後藍在這個地方 OK 都是 我覺得是不難 那既然這個時候有一點餘力 我們就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看的 來 喔 有看到了一個東西 來 這個地方 其實剛剛在上面的時候 白上綠淺打亂完 你就可以注意到 這個地方這個東西 有一組 F12 其實它是已經好了 有沒有 白綠橘這一組是已經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做十字的時候啊 其實可以先思考一下 慢慢想一下 怎麼樣可以在做十字的時候 不把這兩顆打亂掉 甚至可以在順便 在做的時候順便把它放到它正確的位置 來 白綠橘在這邊 好 來 然後我們綠淚它選擇的是黃上綠淺 這樣子開始 開始做 好 第一個它做 來 好 我知道了 來一個R Aprong Aprong把白橘歸位 好 然後白橘歸位之後 這個要兩次嘛 就是一百尺度讓它下去嘛 好 但是它沒有這樣 我這邊是它是直接接一個Dprong 好 來 白橘做好之後做白藍 來 白藍做下去 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在這邊 它做一個Dprong 它做一個Dprong 兩層的Dprong 兩層的Dprong 兩層Dprong 當然一方面是為了要讓這個回來 然後白藍可以直接從這個地方下去 好 來 下去了 然後呢 白綠橘是在你的面前了 好 來 這個時候就簡單了嘛 然後就直接把整個做下去 就是 白綠下來之後 在後面 推一個B 好 把白綠 把白紅推進來 好 來 十字好了 這個時候我們是 黃上綠 黃上橘淺 因為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兩層D嘛 下面過來 這就是橘淺 好 來 十字好了 然後白綠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好漂亮 好 來 那我的話當然是直接弄到上面去 然後再放進來嘛 齁 不過這邊呢 齊雲它的選擇做法是F2 把它弄到這邊 F2 然後 來看一下 它做一個F2之後啊 其實它就是已經把它歸位了 但是因為邊不見了嘛 所以就是 把邊不見了 所以就是把邊再歸位 然後再回來 好 好 簡單的就把這邊做一個 180度把它放進來了 好 來 第二組 好 它做 這邊看一下 OK 白藍矩 好 OK 好 來 藍矩底下 白藍矩底下 好 所以它就直接 推一個U過來 好 在一起了嘛 好 RUR Prime 然後這邊就 欸 喔 RUR Prime 好 來 做一個Y 做一個Wine 為什麼 它把它從後面放進去 它把從後面放進去 好 都喜歡從後面來 其實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你很清楚 它已經在這邊了嘛 然後你可以再 轉過去的那個 那個 那段時間 做操作 盡可能觀察別的 別的面這樣子 好 來 第三組F12 它選擇做的是藍紅 紅藍在這裡 紅藍在這裡 白紅藍 然後紅藍在這裡 OK 來一個U 然後 這邊就 其實沒有很難了 欸 不對它是這樣 好 好 然後 來再來一個D 當然這邊你可以不用這樣做 你也可以直接是一個Y跟一個U這樣子 好來 好 進來了 好 剛剛講講到 其實剛剛那個動作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做做D 因為如果不順手段 你可以選擇就是 就是做一個那個Y 就是整顆管 然後再做U這樣子 好來 這邊看一下 白紅綠 白綠紅 然後綠紅在這邊嘛 你也可以 按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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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按捏按捏 我知道的意思 它選擇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好 OK 那我的話就是會翻過來 然後做 好啦 其實就是手順 好 這個時候來 這一組O 可以來個U 好 是一個 我講這個戰車 好 兩層 好 好了 接下來他的 他的PL 看一下 好來 這邊他看到了 好這一組P OK 就是一個綠 然後兩個藍對色 對面色 對面色 OK 好那 那這個P就看你怎麼做 那這邊 我們來看看大省的P 他是怎麼做呢 好 好 好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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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妙的是,品月他選擇的是用藍淺 黃上藍淺,所以他做了一個X2 X2是這樣子 所以他跟剛剛齊倫就是相反,齊倫是綠淺 那品月是藍淺 不過都一樣啊,一樣都是同時可以看到三顆 然後這顆在這邊,那如果是齊倫的話 他就是這樣這樣這樣,然後他在這個地方 OK,來 那當然這個一樣的共通點,就是因為他都看到了這一組 都看到這一組白綠橘 他選擇把它擺在前面,看得到 來,他第一個動作 L下去,讓白染先下去 白染下去之後 好,這個要保護好,不要把它拆散嘛 不要把它拆散,所以R2一樣 藍跟綠對面下去了 好,這個時候,來注意一下他在這個地方 他在後面 R2下去了,好,來 那白染白綠下去了嘛 OK,那做一個D'讓白橘下去 然後這個D'讓白橘下去 當然這邊的動作都在左手邊 而且是下面層 不會碰到右手邊的上兩層的這個白綠 OK,好,第一個 因為他已經好了嘛 所以就是把它放到這個地方就好了 來 L'跟 這邊是L,然後R' 好,上來了 U2下去下去 好,來 這樣子 哦 雖然說他這個 好啦,剛剛被他嚇到了 好,這樣子 其實就等於是一組那個F2已經好了 好,第二組他要做什麼 他選擇做的是 藍舉 OK,白藍舉在這裡 那其實跟剛剛的那個 跟剛剛起零是一樣的順序啊 因為其實太好做了嘛 他就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這樣子 一個U Prime,然後 來,做在一起 剛好在這個地方 好 既然順勢下去了 下去了 好,馬上觀察一下 看到什麼 看到白紅藍 看到白紅藍 好,白紅藍在哪 白紅藍在哪 在這個地方 所以 所以他也不能直接這樣上來 因為方向不對嘛 但是他可以讓他到對面去 好 這個時候就一個F Prime就過去嘛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換一個 就是做一個Y 然後用左手 好,他這邊就不換了 好 很順喔 到這邊都還蠻順的 好,來 第四個 就是白紅藍 白白綠紅 白綠紅 在後面已經好了 好,來 不過這樣子 很很巧 他已經做好了 好,我們等一下 仔細看一下 剛剛那邊 他是不是故意 把這張組也戳在一起 如果沒有到 就是碰巧 哈哈 好,來 歐 這一組歐 平月是說 有百分之九十等都用同一同一道 不過因為我個人是沒記 來,我們來看一下平月的這道 我是怎麼做的 好,做個U 把他跑到這邊來 這樣這樣 OK 這樣這樣這樣 好,來 兩層的R Prime 喔 還蠻順的 我在這邊 好 看能不能趁這個機會把它記起來 來 最後一個 好 我們 遇到的這個是 跟其文的P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在最後兩段的那個 F2R是不同的那個做法 好 看一下 那這個清楚 兩邊 這邊兩邊同色嘛 所以就是 我是會這樣子 太適合 好,來 U Prime 就是這兩個交換 這兩個交換 有沒有 一個對角一個零邊 對角零邊 好 那這邊看一下 看一下平月的做法 R R Prime R 我是這樣子 R F R 好 不對 是這樣 OK 好 那這邊我順便示範一下我自己的做法 好啦 就線索一下 畢竟做自己的手順還是比較爽 呵呵 來 我是這樣子 我會翻很多次 可是我自己覺得還蠻順的 來再做一次 欸 我們來看一下平月的做法 好 來 其實一開始有點像 不過他會有一個 兩層的逆D D 兩層的D 我覺得這一部分可能比較 凹手一點 或許能不能看用左手來推 好 然後R F R2A 然後再來就是 R F OK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禮拜的提醒詳解 任何問題還是任何更棒的建議 歡迎可以在影片底下 直接留下你的reconstruction 你的重解紀錄這樣子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就到這邊了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咯 拜拜 拜拜